長陽與星河之間感受雨潤萬物花開瞬間 今日 夜晚的北京育園壇公園變身光影世界 讓遊客體驗別樣風景 這裡正在舉辦的是首屆北京國際光影藝術季 萬物共生戶外光影藝術沉浸式體驗展 8月28日晚 記者在現場看到 育園壇櫻花谷被各種光束點綴的五彩斑斓 有屋影中綻放的孢子 有鮮花綻放的時刻 有漫天飛舞的螢火蟲 也有娛樂大街的瞬間 遨游宇宙的時刻 光影結合中 海洋 森林 花界等不同元素一一呈現 給遊客奇妙的臨場感 比如說我們現場的一個任務的這樣的一個作品 當人體站在這個任務的這個裝置範圍之內 實際上你是用你的體重觸發了我們現場的裝置 然後在這個裝置範圍之內 你會聽到你的頭頂的雷聲 然後緊接著出現了閃電 接下來的話就會看到了小雨 中雨 大雨 這場跨形態 跨類型 跨技術的視覺盛宴 也吸引了不少遊客前來打卡 拍照互動 喜悅之情 預言表 今天是跟我媽媽一起來看的 然後我們最大的感受就是覺得特別夢幻 然後整個過程非常輕鬆 然後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部分 Startooth 就感覺好像真的就是在暢游在星河的感覺 因為這個展現的這種藝術特色從最一開始的那一個 有些泡泡啊 就是帶氣泡的 然後到後面那些燈光塔啊 以及這個水帘的這種體驗都是特別好的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感覺到就是北京的這種藝術特色 項目負責人介紹 作為疫情後 北京首個城市公園景觀戶外光影藝術沉浸式體驗展 體驗展將通過這場視覺盛宴 達到北京夜間經濟的新地標 打卡地 未來我們主要是考慮到它是一個巡展的項目 暫時在北京只是它的第一站而已 然後目前我們也正在跟全國各地的一些城市 在洽談它的巡展 體驗展於8月20日起目 預計將持續到12月 有比較值得的 積極的